张华县政府为了强化张华县的棒球活动 特别礼聘中华民国棒球协会副理事长 同时也是中华职棒富邦汉将队领队林华伟担任县政顾问 一日下午县长王惠美亲自颁发聘书 期许能够借重林副理事长的长才 深化强化张华县整体棒球运动的扎根与发展 今天特别聘请我们的张华县 我们林华伟这是我们过去的国首 也是我们台体大的校长 也是我们中华民国棒球协会的副理事长 担任我们的宪政委员 希望借由他一个经验 能够让我们的这个棒球 能够从三级制建立得更加的完善 让我们的棒球选手能够进入到国首 然后为宪为国家来争光 那这特别有劳于我们的这个宪政顾问 因为他过去从绍棒清绍棒到成棒 那28岁就到日本主播大学去读研究所 回来之后一路担任国家的这个棒球的这个教练 那一直到我们台体大的一个校长 可以说一神奉献都是在我们的这个棒球界跟体育界 那希望借由他的专场来呢 让我们张华县的这个棒球呢 能够有更好的佳机 我首先要谢谢县长给我这个机会 可以来回到基层来 再奉献自己对棒球过往的这些知识经验 那我想棒球这个运动呢 要成功其实是要下苦功夫的 要天天在那边晒太阳流汗 然后苦练 就是这样还不一定能够成功 那现在有这个机会呢 那正好我看到有在张华县担任基层教练有非常多我的学生 以往过往是同队的啦一起打拼 那我想我跟他们沟通应该是非常非常的顺畅 我希望能够能够在最短时间内呢 可以来协助我们张华县棒球实力的提升 还有普及 希望透过棒球呢可以 我想县长应该是会关心整个县民啦 这个他们透过棒球可以 有更更有这个观赏运动可以提升生活上面的水准 王怀美县长希望借由林华伟先生深厚的棒球经验 提升张华棒球的素质 让张华三级棒球制度更加完善 培养出更多国手为国争光 公益频道林俊明张华采访报道 给大家看看